我们就请大家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开始今天早餐 复活节的见证分享 请大家有几秒钟的安静时间 我们就开始 请 明以天父在这安静的时间 让我们继续带着圣洁和清洁的关系 来与你相较 以至我们的祷告 以至我们的分享 以至我们的赞美 可以蒙你的愿 求你成全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心思 能够专注在你的身上 让圣灵对我们众人说话 让我们的见证 来成全你的心意 也让我们的见证 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和帮助 在你的神国的里头 让你的国继续的前进 因着我们可以参与 这就是我们的恩典 和我们的荣耀 我们感谢你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唱这三首的赞美诗歌 耶稣爱我 我知道 赞美语歌 主之歌 Mass Spirit 胜太高 第一 赞美学习的 carpet 告诉我 耶稣爱我 赏姓名 将我最和喜干净 天上荣门为我开 把他小羊引进来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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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神经告诉我 耶稣爱我 爱到底 爱我最认真是其 我若生前还叫主 日后必到天家主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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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神经告诉我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 主护生是孤中百合花 我唯一喧要殺 汤灯蒐尽我 是我身皆无效 悲伤是他来解忧 편烦是他保佑 一切忧虑全方 在竹箭头 祝是成心 灿烂光华 是古种百合华 万人终究竹 最美好我爱他 做后把我忧伤单曲 带走一切忧愁 当我收拾贪吃 它是我力量 我何愿尽心来爱他 毁掉一切偶像 他有能力保守 我为他而活 那日在天见竹面 享受竹海甘甜 有快乐江河 长有之永远 祝是成心 灿烂光华 是古种百合华 万人终究竹 最美好我爱他 做后永不把我舍弃 我祝何的认识 我要从成心靠 尊心祝旨意 要后火奔上我身旁 人造何时不慌 祝尘马来喂养我 领得健壮 众人世界起绝我 撒旦乃斯探我 靠后做耶稣 能过得深圣火 祝是成心灿烂光华 是古种百合华 万人终究竹 最美好我爱他 父亲仔才能过得深圣火 makes sense 跟他无法 作词 终究竹 主在坊木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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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群我救主 主在坊木寒水 等待复活日来 耶稣我主 主从来牧里复活 得生一切朝地与最好 主耶稣复活得生黑汉君王 从此永远与生徒与同作王 主复活 主复活 哈利路亚主复活 叮叮守牧勇 耶稣我救主 同时也归虚空 耶稣我主 主从来牧里复活 都生一切朝地与最好 主耶稣复活得生黑汉君王 从此永远与生徒与同作王 祝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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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limite 是全部能团住 耶稣我救主 因一备主的神 耶稣我主 从从本屋里复活 得生一切朝地与最好 从耶稣复活得生黑汉君王 从此永远与神徒与同作王 祝福活 祝福活 哈利路亚 祝福活 下面我们要请精美姐妹 读下面的经文 迪亚罗菲先生 我已经写了前书 叙述耶稣开始所行佐教的一切 一直到接着圣灵丰富所拣选的使徒以后 被借上身的日志位子 他受难以后 用许多凭据向使徒显示自己是活着的 他向使徒显现 并且讲了纯的国的字 有四十天自久 耶稣和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 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山人 说你们要等候父的兴许 就是你们听我讲过的 约翰是用水死洗 但再过几天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他们拒绝的时候 问耶稣说 主啊 你要在这个时候 使以色列国 复国吗 耶稣说 父平做自己的权柄 所定的时间和日期 你们不必知道 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须领受能力 并且要在耶路撒冷 犹他全地 塞玛利亚直到地节 做我的见证人 说完了这个话 他们还在看的时候 他被接上身 有一堵云把他击去 就看不见他了 当他望上身 他们定静望天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 身穿白衣 站在他们旁边 说家里的人啊 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位被接升天 离开你们的耶稣 你们看见他 怎么往天上去 他也要怎么回来 谢谢 下面我们要请 Royce姐妹 读下面的经文 然后请她分享 请 耶稣在十字架上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我就说了这一句 就是 我因为这句话 我就想到 我自己的生活 因为感觉 真的有的之后 自己每天 都是忙忙碌碌的 忙碌下来之后 真的不知道 在干什么 然后很多的时候 感觉自己 并没有活出神的心意 所以我就对这句话 就是说 当我还是做人的时候 耶稣已经为我带导 祈求 也求神怜悯 能够继续地开我的眼睛 让我知道该如何地 使用我的时间 因为 生命真的是 我们的生命都是被耶稣的宝血 数回来的 都是付上了极大的代价的 这一点也深刻地让我体会到 就是说 这就是神的爱 若不是神的爱的话 像我这样的生命 真的是不堪 就是无财无德 无能 然后 但是呢 神还是爱我 因为祂的爱 祂愿意为我死 然后为我复活 然后拯救我 让我有复活的盼望 永生的盼望 并且将来还有荣耀的冠冕 我就觉得 真的这怎么能 怎么会这样 神的爱是如此的大 还有一点 就是我最近接触到一个家庭 我们是邻居 是一对爸爸妈妈 他们过来带孙子 然后呢 Audrey经常跟他们一起玩 就认识了他们 然后呢 他们都是 就是我爸爸妈妈的年纪 生活得很好 很富足 很安康 然后很乐观 也很好客 对人也非常好 很很很 待人节目啊 都很好 特别温暖 但是呢 他们是佛教徒 他们 经常的说 他们是 就是他有佛友啊 有什么的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想到我自己 我就想到 人家那么优秀 那么聪明 又能干 然后那样的人 我就觉得 我是何德何能 我能够被神拣选 我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能 然后呢 我才想到说 真的是神怜悯我 所以是因为他的拣选 我才能够认识真的神 让我就是说 不是今天活在这一世 而是有永生的盼望 还有将来 还有 所以我觉得当时 我就觉得 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就觉得 自己是何等的不配 但是呢 因着神的爱 他改变我人生的方向 让我在 就是说 这一辈子结束了之后 我还可以跟神一起同在 享受那永远的 这个和跟神同在的 这个喜乐 丰盛 那个荣耀 我就觉得 真的是很感动 真的不是因为我怎样 所以才赢得了神的爱 或者是赢得了神的关注 而就是因为神 他自己的主权 来选择了我 所以我就特别的感恩 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一百八十二 找到如此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 所以我可以说 当时我听到这首歌 一放出来的时候 感觉全身都震撼 就是起一体歌的 然后就特别打动我的心 还有另外一首歌 就是叫做我活 然后真的有的时候 自己过日子 不小心就走到自己的世界里去了 就感觉自己每天 感觉不到自己是在活着的 碌碌无为 但是呢 当我听到我活这首歌的时候 真的是耶稣为我而活 真的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的生命被耶稣的保血 买回来之后 他是在为我活的 我不是只是狗眼残喘地活着 我活着也是有目的的 也是有意义的 所以真的是要多仰望神 多听神的话 还有一个 另外一个歌就是 若这不是爱 这几首歌都特别的扎心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复活节 这几天的诗歌 真的让我同心思考 就是我跟神的关系 真的需要 好好的调整 refocus 让自己的生活 真的不是为生活 每天的琐事来驱使 而是让神来带领我 每天的生活 谢谢 我就分享这么多吧 感谢主 也谢谢这个课 带给我的一切的帮助 我们请大家一起 唱这首诗歌 《怎能如此》 其一的爱 何能如此 我出过神 请因为我死 怎能如此 像我这样追赞 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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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祝我生 敬畏我世 轻易的爱 恳然如此 我祝我生 敬畏我世 祝今抛弃 天上荣耀宝座 白白的恨天 荷荡无限 舍去之山 成全的爱 救赎可怜 亚当后代 半天年明 何等无限 我祝我生 敬畏我世 我祝我生 敬畏我世 我的心灵 断念被囚困绑 被嘴炮 唯有寒无光 祝焰发出 复活荣耀 使我 决心 光满脑房 我祝焰 决畏我世 我祝焰 来干水 出前方 祝焰的爱 恳然如此 我祝焰我世 我祝焰 我生 敬畏我世 不再定罪 经过不再畏惧 我祝焰 我生 敬畏我世 也属于祂 所有 属我 我活在永 我愿受你 传心 公义 圣洁白衣 我祝焰 来干水 我祝焰 来干水 我活在永 敬畏我世 我生 敬畏我世 我们就请后上姐妹读下面的经文 然后请她分享 请 启示录21章1到7节 我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还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 圣臣信耶路撒冷 又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又与幸福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啊神的丈夫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呼好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做宝座的说 看啊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 你要写上 应接受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 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 我是奥美格 我是初 我是中 我要将生命传的水 摆摆吃给那 喝的人喝 得胜的必承受 这些为业 我要做他的神 他要做我的儿子 从上面的经文就是 让我看到 在过去 这两年的事 疫情带来了我们 很多的不方便 很多的改变 使我更加能够体验到 神的从这句经文之中 对我们的应血 神是带来 是带给我们盼望的 是有希望的 叫我们在世上 要好好的 在成圣的路上 要好好的 或者 我说神的样式 不要灰心 平常要神的话 多看神的话 神的话 有免力 免力我们好好的 过这个 在世的生活 因为神虽然在世上 有苦难 但是 实实的话 使我们有活着的希望 好 我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唱 你选的诗歌 慈爱的救助 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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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苦度行 他身旋或是家 手床上飙穴 为罪人待求 有同被定时 作我书家 住在世家上 热血中有 仍然不忘记 为罪人求 父啊我求你 生命他门 无人像耶稣 以海拯救 此海的救助 尊贵的救助 我仿佛践踏 身旋或是家 手床上流血 为罪人待求 有同被定时 作我书家 我身海救助 他是我友 我愿赞美主 我愿赞美主 他听我求 愿赞十年日 尝说主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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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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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书家 下面我们要请金梅姐妹 读下面的经文 然后请她分享 请 我来读诗篇96篇11节 愿天欢喜愿地快乐 愿海和其中 所充满的 蓬勃 我自己因为这个 那天那个 胡连老师跟我说 选一件我就 一翻我的笔记 哎呀马上跳出来这个经文 后来我感觉到这个经文 也是非常的 那个 对我来说 也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因为我们虽然处在 这个现在这个环境中 但是我后来又选了那个 你又信心的话 你一定跟着那个 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的父神 在他的道路上走 我们绝对没有忧虑 没有 没有那个 那个惧怕 就像那个诗歌唱的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 我现在不能 撕透 但我知道 谁掌管的明天 我也知道 谁牵我的手 我们说 我们一定要充满这个信心 在这个诗篇里面 他也说了 他也说了 就是对那个 我这个 到电脑去看一下 手机 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我们要在主审判 我们的时候 是欢喜的 期待的 而是主来的时候 我们 不要 我们很害怕 但我们要在 平常的生活中 要有信心 对吧 我们在 因为这个 现在这个社会 我也不要多讲了 现在好像那个 我们每个人 都在这个环境下 已经这个生活 怎么都有改变了 这个 我想 我最后还是 蛮有信心的 最后 主的 公益 肯定会战胜 那个魔鬼的邪恶的 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在 主的道路上 我们跟着 主的道路 做神喜悦的人 我们满有信心 我们感恩的心 我们每天 祷告 总归会 心里充满着 圣灵的感受 谢谢 我们唱 你选的诗歌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 每一天 只为主火 我不见明天的太阳 应明天或是阳 我不要 为将来忧虑 应我心 作的应许 我今天要与主同行 因他自前面如何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 我现在不能逝透 但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也知谁牵我手 每一步越走越光云 像盘灯黄金皆亭 每种弹越跳越轻声 每朵雨披上阴影 在哪里阳光长不早 在哪里没有眼泪 在美丽彩虹的尽头 纵山林与天相连 有许多未来的事情 我现在不能逝透 但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也知谁牵我手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 或遭遇生活苦楚 但那位养活麻雀者 他必然也干顾我 他是我旅途的两半 或经过 谁或自在 但教主 别与我同在 他所谓 enlightenment 我现在能走得到尽头 我现在不能逝透 但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也知谁牵我手 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当时读这个阶级文的时候 就非常的感动 非常的被安慰 因为在我们真正信主之后 我们的生活中 也是会经历各样的起起伏伏 特别是当父母 现在年迈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都感觉 人的话语的安慰 是何等的有限 当我看到这里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就感觉当面临父母 就是生病啊 反正软弱的时候 这句话特别的安慰我 就是让我能够 接受现在的景况 不管现在有什么困难 我有主 我就可以安心的 去面对接受 感谢主 然后诗歌 我选择了我活 是在上咱们这个诗歌 那个课的时候 我听到这首诗 也是非常的安慰 就是里边说了 因你活着 就是你为我活 我能活 因你活着 我活着是要 为了敬拜我主 就感觉蛮有信心的 就是也知道自己 这生活是 为主活着是如何来活 我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唱你选的诗歌 我活着是如何来活着 我活 我活 因他一间复活 他赎罪大人是 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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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一间复活 我活着为要敬拜我主 感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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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你是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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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我活 我活 能活 我活 我活 因他一间复活 他赎罪大人是 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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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他一间复活 我活 我活 走为要敬拜我主 感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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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你是活着 因你是活着 你为我活 我 能活 请你笑 师母 请你分享 请你读经 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 是在马太福音 第六章 三十三节 你们要先求 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是的 我们在每日生活中 我们常常有 有不同的选择 有不同的 挑选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就是 就是我们自己方便 我们自己想要的 我们去做 但是 我们都没有先求他的国 天国 所以我们常常会做 不好的选择 但是这些圣经再次提醒我们 我们常常要先求神的国 和他的义 然后我们所要的 我们需要的 神都会加给我们 所以这首 这个圣经节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 鼓励 然后这首诗歌 信靠顺服 我觉得我常常 在很多无奈的时候 我在痛苦的时候 我在失望的时候 我不能做什么 但我只能求神 我就是 依靠着神的 这个信靠 然后顺服神 就是 顺服神的旨意 然后等待他的带领 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讲 常常是我在生命中 常常提醒我的 我不能做什么 我只是能 我只是能 trust and obey That's the only thing I can do 所以 这首歌我跟大家分享 谢谢 当我与主同行 在他花的光中 好的荣耀照亮我路产 当我肯听主命 他就充满我心 心靠顺服 因为错子意外 不忍得耶稣是爱 唯有心靠顺服 没有一点黑影 没有一片乌云 能弥漫当他笑容显露 没有疑惑 没有疑惑 没有鸟泪忧虑 能存在 如果心靠顺服 心靠顺服 因为错子意外 不忍得耶稣是爱 唯有心靠顺服 没有一个重弹 没有一点蔚蓝 它是不过让我们痛苦 所有伤心顺势 所有厌弃消耻 都成祝福做心靠顺服 心靠顺服 因为错子意外 不忍得耶稣是爱 唯有心靠顺服 然后我才会在 他的脚前敬拜 我就帮他和同心前路 他要求我救世 他才牵我救世 他才牵我救世 不要怕 只要心靠顺服 心靠顺服 因为措置以外 不难得耶稣是海 万有心靠顺服 下面我们邀请普丹姐妹 读下面的经文 然后请她分享 请 我选的经文是诗篇的九十篇 第十到十二节 我为什么选这篇呢 实际上并不是我 我这个读经实际上非常亏欠 我也没好好地去读经 读得很少 尤其是最近这几年 但是这一篇呢 我的印象非常深 是为什么呢 就是有一次我听过 唐从容牧师的讲道 他讲到这篇 对我印象非常深 虽然就是这篇 这个十到十二节 这个短短的这一段呢 我觉得我都没有什么资格去讲解它 因为太深刻了 我先来给大家读一遍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 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 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 好教我们夺着智慧的心 我记得杨老师 在他跟我们讲课的时候呢 也提到这篇 实际上我们深深去提 我觉得这篇讲得非常的深 这篇文章 这篇诗是我们的神人摩西写的 他这篇诗写的 早于李白和杜弗三百多年 那个时候的人就有这样的智慧 这是我非常的震惊 我们怎么能数算我们每天的日子 我们平时 我不是说我们 我说我自己好像有的时候 昏昏永远 不知道一天就做什么就过来了 真的是没有去想 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上 是就像白居国系 如此之短暂 我最近呢 也是家里面一些经历 我失去了亲人 非常的 很多的时候都想 这人的一生 怎么来度过 我们真的是 每个人在这个世上 只是寄居 我们不是 这不是长久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 数算我们每天的日子来 真的是感谢主 珍惜每一天的时光 因为我们活着的人 每一天也都是主的恩典 是他的怜悯赐给我们 所以我觉得这篇文 这个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 都有不同的体会 就是我想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选的呢 一篇 我选的那个歌呢 是压上了鲁尾 他不折断 但是呢 这篇 这个诗歌因为没有在英文推 所以不能给大家 大家来分享 但是我愿意把这篇 这个诗歌的词念一下 因为这是以赛亚书 他是以赛亚书42 出于以赛亚书42节 42篇 三到五节的一首 大家也经常会唱到的 但是这个呢 对我的经历来说 我就是觉得他对我非常大的顾忽 如果就像刚才 谁讲的人的语言啊 真的是非常 在困难的时候 在痛苦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有限 你觉得人的语言是没有能力的 就是meaningless 你只有能turn to God 这篇文 这个诗歌的词是 压上的鲁尾 他不折断 江蚕的灯火 他不熄灭 耶稣肯体恤 无限恩爱 他创始成终 爱你到底 所以这首 这首歌虽然不长 但是我觉得含义非常深刻 我们请大家一起唱这首诗歌 神志耶稣将神到世界 一致针灸 世上罪人为数我罪 注定是施加空的坟墓 我却证明救助人活着 因他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 不再惧怕 我甚至到他掌握明天 生命充满了希望 生命充满了希望 自应他活着 星神银海 被抱在花里 何灯寒香 灵的星星 淡的觉醒 这优秀 这优秀生命 这优秀生命 全能面对着明天 赢救助活着 赢他活着 我能面对明天 赢他活着 赢他活着 不再惧疚 我甚至到他 当我明天 深voor生性 hidup 全能顾 asid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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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得胜天父仍在掌管 所以我就这一年多里就想着 在这个虽然是我们都是被这些 不实的报道也好 还是人好像充满了火气一样 那我觉得靠着圣灵 我可以把自己平静下来 安静下来 就是做我自己能做的 所以我们就是靠着圣灵来 耶稣也说 任何事情我们做在最小的身上 也是做在他的身上 所以我们就靠着圣灵 所以我很喜欢那首诗歌 叫圣灵同在何等甘甜 我们今天靠任何其他的事情都不可能 只有靠着圣灵才能够 安静我们的心 去做荣耀神的事 谢谢 谢谢 我们请大家一起唱这首诗歌 神灵同在何等的感天 神灵同在何等的感天 主的灵一将灵在我们中间 每一张灵和天地天灵 每一张灵和天地天灵 神灵和天地天灵和天灵和天灵 我们同在充满着力的爱 感谢神灵和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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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 接受他完全地相信 依靠他 你若一路云远速同行 你毕竟自体会 祝福安和担当 山灵的降命和灯的甘甜 愿我们同在 充满着你的爱 感谢真美丽 因你赐下福气 我们身心相信 却自体已降临 我们得到福气 一身梦安 在一大赦免 在地宽邦寺里 心仍然软装 到主面前 承认你的罪 山灵笔充满的势力 为他活 山灵笔充满的降临 他灯的甘甜 与我们同在 充满着你的爱 感谢真美丽 感谢真美丽 因你赐下福气 我们身心相信 却自体已降临 我们得到福气 请 Peggy 姐妹 读经 分享 大家好 我是 Peggy 今天我选的经文 是使徒行传 五章 二十九 到三十二节 因为这几天 灵修的时候 读的都是 跟复活节有关的 经节 我选了这一篇 彼得和众使徒 回答说 顺从神 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 你们挂在木头上 杀害的耶稣 我们祖宗的神 已经叫他复活 神且用右手 将他高举 叫他做君王 做救主 将悔改的心 和赦罪的恩赐 给以色列人 我们为这事 做见证 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名 也为这事 做见证 我们看到 这一二三 这四节里面 有顺从 顺从讲了 顺从顺从 顺从讲了三次 而且他特别 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 你们 在木头上 杀害了耶稣 神已经叫他复活 神也将他高举 叫他做君王 做救主 所以我特别把这个 这节经文 非常感动 感动我 而且说 赐给顺从之人 又一个顺从之人的圣灵 我们 就是 圣灵 也将为这件事情 做见证 好 我选的诗歌 是若这不是爱 因为我背这首诗歌 是我第一次 在诗歌昏灯的时候 杨老师给我的指定曲 当时 我只知道说 这首歌 的音乐 我很喜欢 然后后来我才发现 这个歌词是非常非常的深奥 若这不是爱 海洋 水 会干 天空心不再 散 雀鸟 无 无意可 可展 若这不是爱 天堂不存在 人间何处有爱 若这不是爱 我 非常非常 被 这首诗歌的 描述的 非常的深切 很感动 谢谢 我们请 大家一起 唱这首诗歌 唱这首诗歌 唱歌 海洋水灰干 天空心不再三 天了无一刻在 若这不是爱 天堂不存在 人间好处有爱 若这不是爱 当他临时人在关怀 那与他同挂的贼 他用慈海同情宽恕他 天堂我愿为他预备 天堂不存在 若这不是爱 海洋水灰干 天空心不再三 全了无一刻在 作词不再三 方导臣 人间何处有爱 若这不是爱 今天我们的分享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差不多的意思是雅琳姐妹 胡连老师和我自己就下个礼拜 好不好 但是我告诉诸位说 我虽然没有听到你们全部的分享 但是我可以在很多的片段的当中 我发现我的存在不是那么的重要 你们可以开始自己去读圣经 你们也可以开始知道如何去用这个诗歌 更可贵的是你们可以去应做你们的分享 可以去帮助那一些更有需要帮助的人 或者是你的亲人或者是在病中的人 或者是你的一些的焦虑或者一些的不确定 应做你们的分享 我觉得神给我很多的激励 我好像没有那么的需要在这个课的里面 一直像现在这个样子 反而是你们有很多很多的进展 我讲这就是圣灵在诸位身上的一个恩高 一个恩待 那我们的成长成熟可以在神国的里面 成为我们自己首先得着的帮助 也可以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虽然是在一些不舒服的环境的当中 但是刚才这个侯像这位姐妹所读的 那得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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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战胜这一个困难的情绪 困难的环境 或者我们不喜欢的这些的对象 盼望这一些圣灵所结的果子 像雁平所说的 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忍耐 宽容 仁慈和爱心 能够面对这一个难处 你知道前几天 过去一段时间 有一个以前在恩友堂的夫妇 他的先生在走路的时候 在家里的附近就被车子给撞死了 昨天礼拜六是他的葬礼 这些都是困难的时候 这些都是让我们很不舒服的一些的事情 但是因着我们愿意去发掘 圣经所给我们的一些的教导 也愿意去实践这一个教导 我想这一些的困难 在那对夫妇的身上 在他儿子的身上 也在我们的身上 都可以一再一再地重复 那对夫妇可能是在90年代 或者是200年初的时候 他们还在DC 然后他们就搬到ERWIN去 在他家里头每个礼拜五 有那个ERWIN的教会的插金 就在他们家 所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那我们应做诸位的分享 我要谢谢诸位 那下个礼拜 要请雅琳姐妹 胡连老师 还有我 如果你下个礼拜可以做什么 要更多的分享 我可以回答你就是说 压伤的卢尾 他不折断 江禅的灯火 他不吹灭 这首诗歌 可能我已经唱了几百遍了 我没有把它录下来 真的不好意思 但是我已经把这个钢琴的伴奏曲 已经找童工做好了 就先把这一首诗歌和歌词 就先送到诸位的手上 你就跟着这个钢琴一起的去试着唱一唱 非常能够让忧伤的人都帮助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暂时停在这里 然后我们也就带着感恩的心 我们每个人做自己的末道 然后我们就离开这个课堂 我们谢谢主 谢谢诸位